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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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阿輝 買車找阿輝 絕對不會虧 那我們現在介紹 身後這台2016年的K14 這台版本是VTIS版的 那VTIS版最明顯的差異就是 它的大燈是HID的版本 那基本上HID的好處就是在你開山路 或是在比較昏暗的產業道路 它的照明效果都是非常棒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 鹹水箱護照的部分 它採用一個蜂巢式的水箱護照 所以它在整個車頭這樣看過去是非常的霸氣 那再來我們看到它霧燈的部分 那如果你覺得HID不夠亮 那你霧燈可以升級HID 或者是LED 它的照明度會雙倍提升 那再來我們看到車側的部分 那再來我們來到車側的部分 這個車側的部分 它這顆搭載16吋的鋁圈 如果說你後續要升級17吋 讓它整體上的外觀更加分的話 這都是可以的 那17吋的好處也是 它的操控 或者說你有在跑山路 它的接觸面積都比較大 它整體上的操控感也會提升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 前車空氣操件基本上都改完了 測裙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 左右方向燈 打方向燈都會有顯影 所以可以更加提升行車的安全 那再來我們看到 車後的部分 再來我們來到車尾的部分 車尾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這支尾翼 原廠型帶第三煞車燈的 那這個從後面 看過去的動感 就十分加分了 那再來就是這個MARK的部分 我個人認為 你來找我買車 我升級紅色MARK 讓你正熱情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它後車廂的空間 它後車廂的空間 基本上整個空間是非常的 以一般房車型來說是非常足夠用的 它如果說現在買車就有送 這支雞毛膽子 這個平常停車手掃灰塵還蠻好用的 然後雷達 倒車雷達這個安全 基本上都是有的 然後再來搭配一支下巴黑色的 讓整個後面看起來更帥氣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車內的部分 那再來我們來到車內的部分 車內的部分 做到駕駛座 就整體上非常的有戰鬥氣息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駕駛座的整個設計 非常的有科技感 我個人是覺得蠻棒的 然後多功能顯示器 都在中間這個螢幕 可以顯示出來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儀表板的部分 它儀表板是一個數位指針式的 也是非常的有戰鬥氣息 那再來就是方向盤的部分 方向盤的部分 半檔撥片 這個都是最基本的 然後右邊定速的功能 左邊音量大小聲 還有顯示資訊的切換 那再來就是 原廠的一個螢幕 原廠螢幕基本上 保航、藍牙、最基本的一些連接功能 都是有的 那搭載一個雙居的恆溫空調 那基本上它駕駛座 介紹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它左右方向燈 它右邊方向燈 有加上一個鏡頭 所以可以讓右側 來車安全可以大幅提升 那左側的部分也是一樣 對 這個蠻好用的 如果說有小朋友還是摩托車經過 這個都蠻方便的 那以上是我對這台2016年KS4的介紹 那目前我們這台車是實跑13萬 那如果這台車子有喜歡 來電指名找他會購買 給你一個甜點價 那如果有喜歡我的影片 或者是想看我拍其他車的話 再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或者是底下留言告訴我 掰掰 實在就是SUM